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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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提升能量奇门法 相信大家都想如何收好氣 今年是套年 還有兩個星期就過年 我先說說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我自己有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們可以看這段影片 當時去年的12月 我的小朋友在我的圖裏 如果你看到我的時候 就不覺得 師傅也不知道 今天就已經寫了課 我也拍了很多BB的影片 為何要展示這段影片 你們可以評價 其實是有原因的 都是跟風水和命理有關 我有一個小朋友 正常的結構很少出事 到22週 然後做超聲波 我發現小朋友在圖裏 主肺動物 做錯線 其實天生就會變成要有心臟問題 或者是生不出來 他直接打電話給我 哭了 因為我拖著BB 我都不敢給意見 你知道我們都怕影響到生命 始終是生命 我就不會 你自己想清楚 最重要的不是問風水 是問理智分飾 當然也問醫生 我問多幾個醫生 最後小朋友都很順利 在今年出生了 但是最近是 不過我就看一看 這個小朋友的命 就是全火營來的 是非常非常火的 今年是任人年 大水之年 這兩個月的疫情都反反覆覆 大水月 其實對小朋友都很大的影響 我當時已經跟他說 如果你 因為他一定要做手術 出來之後 又不吃東西 小朋友就會每放月下的身體 其實應該是盡早做手術的 但是醫生就說 可能在下一年 就是兔子年的時候 才做這個手術 當時我就說 兔子年就不太好 因為 一般的 因為他的八字有一點衝 剛好之後 突然間他就問我 醫生建議 醫生建議 現在要做手術 然後 我又看一看時間 正好是被大水月之前做手術 10月27日 隔了兩個星期 其實是一個大水月 就會衝去 當時我也有問歐師傅 我說師傅 他能夠過嗎 因為我好朋友的小朋友 我都很擔心他 師傅看完奇門盤 一會大家知道什麼叫奇門盤 他說 這個手術是沒有問題 OK的 他的手術會是辛苦些 但是都能夠安然度過 結果 今天的結果 到今天1月6日 手術就很成功 小朋友本身很瘦很瘦 現在都吃到東西了 吃到糊仔 吃到粥仔 都希望他繼續健康成長 我帶出來一件事 就是其實 風水命理 就是幫我們催急避兇 也都要加 不一定判了你是不好 你就覺得自己不好 其實很多事情可以改的 所以就要增強自己的能量 那什麼時候增強能量呢 師傅等會告訴我們 好 這個就是新的一年 2023年的飛升 OK 2023年的飛升 你首先看一看 就是那個 最上面那裡寫著什麼 貴卯榴槤大利南北北利西方 西方因為坐三殺 OK 但是 但是 這年是很特別的 OK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進去叫貴卯年 是套年 套年的話 其實它就是東方 你看右手面的圖 東方 這個圖跟我們平時看子男針是反轉的 它上面是藍 上面是藍 這裡是藍 下面是北 所以這個是東面 而明年是套年 韜年呢 剛好就入了這個叫做榴年的病符位 爾克 剛剛說了給你聽 西方不好 西方其實就是這個 右手面 右手面 六百那個位 OK 這個爾克 也是主於這些災病 這些什麼 但是它就沒有五黃那麼厲害 五黃就在我們右下角的西北方 OK 那你見 左手面這個圖 我就描述了三個地方 三個方向 一個呢 就是南面 有個八百星 那那個是最好的 那跟著呢 就有這個西南面 有這個一百星 OK 和這個北面 叫做九子的 那我們叫做紫白 OK 那就是最好的 那三個方向 那 反過來講呢 在東面 在這個西北面 和在西面 明年是不好的 那你想一件事先 我們想一些 就是macro的東西 西面也可以代表西方國家 OK 西方國家就坐三撒 那又有這個西北面 也有五黃星 那東面 其實 我們都屬於東面的 那都有這些叫做二黑病符在裡面 所以我們呢 都是會被這些 就是疾病啊 這些東西 是會 纏繞著的 那我先講一講這個 靜態的這個 就是風水能量給你看 東方呢 就是有這個叫做二黑病符 那它都是我們的叫做太歲位 其實原本正常呢 在太歲位是OK的 但是剛好呢 它又下了一隻二黑 因為全年最好的能量就是太歲位 而在太歲的對面呢 那個其實我們叫做碎破 就算它不是三撒 它本身都不OK的 但是它今年呢 是又有三撒又有碎破的 所以它如果用英文說 叫做Double Whammy OK 那跟著五黃那個叫做大薩 災薩呢 那個呢 就是在這個西北面的 OK 那那三個方位呢 是特別差的 那反過來我剛才說呢 有紫色白色那些地方都OK的 除了西面 那這裡都寫到明告訴你 是不理西方 那2023年呢 就是出了這個 我們叫做奇門的立春盤 OK 那那病菌那個聲呢 好在呢 這次呢 它就凶亡了 OK 看下去呢 就沒有那麼厲害的 OK 但是如果是走到明年的這個時間 那麽上下呢 它是有機會呢 是會走出來 OK 我認為最快都要去到 2023年的五六月 它才會停 那它如果真的停了 那當然最好 但是它有機會是 在那個年尾那時候 再來多一次的 我們奇門呢 其實呢 就有三個吉門的 這三個吉門呢 就是開門 休門 和生門 那我們呢 就在開門這一格 但是可惜呢 它是空亡來的 空亡就是說 那個能量呢 不實在 就是有時候好 有時候不好 那我們就要看對面的 然後呢 有休門 就是代表休息 這些休閒活動 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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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生門呢 就是代表賺錢 生長 那樣的 我們看榴槤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由這個 順時針這樣走的 OK 那你可能會看到了 我們走開門 那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它對面呢 是有這個 渡門百虎 OK 那 這一個月呢 其實都不是那麼 好的了 OK 那之後呢 就去了休門 可能有很多事情都會 停頓了 OK 或者大家都 留在家裡休息 那之後呢 就好些了 有兩個月呢 就去了生門 那之後呢 又走回這些 可能沒有那麼刺的門 因為在奇門裡面呢 最好的門呢 就是開門 休門 生門 還有這個叫做景門 其實也都是等於 我們剛才看的那些飛星 那個 我們叫紫霸飛星 那你可以見到呢 之後呢 去到年尾那時候呢 又走這個叫做死門 有時候呢 為什麼要選這個開休新呢 我剛才說過 在東北、北和西北 那個時辰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好的 那我就坐在這一邊 跟客人聊單 或者跟人家聊生意 或者去拍拖 拍拖是選什麼門 記得嗎 拍拖休門 休息 或者看戲 或者家庭去玩 那我就選休門 開門和 新門 寫錯了 新門呢 就是做生意 生意就是 你可以意會了 你每一個時辰都會變動的 因為我們每一天 大家起床的時間都不同的 那你們可以打開個app 然後看看 開休新是哪個方位 然後我就走去哪個方位 剛才師傅說了 他可能是20分鐘的 在那裡坐在那裡吃東西 那你就可以收到一個好氣 可能是用到整天 你都會變成一個收 即是收一個好的能量 已經是 避免那些什麼 死門 傷門 你聽起來都不好 死的 是吧 傷就是什麼 受傷 開刀 入醫院 這些都比一比 但反過來 可能某些職業 又適合用 如果你是醫生 那你去傷門我問題 我準備做手術 幫助病人 是吧 但我們普遍打工仔 我就開門 休門 新門 都已經應用到 其實我本人都有用開 可能我們平時跟別人去 約別人去那裡玩 我都會看一看 我都會看一看 今天是小白 今天跟大家這樣 在這地方不出門 像是從你對問房間 什麼樣的 之後 大家後面都會壞了 小白 小白